挖掘新闻联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营养学的博士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的博士 白小良 白博士 正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但是他不生产洗碗精 强力洗解精 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医药记者洪素清 大家好 刚刚忘了讲白博士他生你的新书 叫做你吃进去的是营养还是负担 吃下去不一定都是营养 对不对 那另外邀请到的是营养师刘怡礼 郑大哥好 大家好 欢迎 那么另外邀请到的是嘉医科的医师 自己开诊所 他是黄鼎音黄医师 黄医师欢迎 郑帅哥大家好 黄医师 我他绝对是有素质的医师 一看就知道是帅哥 那这上次这个新书 过敏一定要治得 一定治得好 过敏一定治得好 因为过敏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太多太多人有过敏 特别是小孩子 是 好 过敏一定治得好哦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吃对营养了吗 今天要聊的是营养 因为大家都知道要营养均衡 那要尽量从食物里面得到人体必须要的营养 也知道说要吃全食物 这个获得的营养最高 那也知道说低温烹调可以保存食物的营养 可是呢 白老师说你吃尽的是营养还是负担呢 那还有要真正健康 也要像黄鼎音医师说的 要毒粗能入 那什么是毒 什么是能 今天我们就要来给他分辨 有一位80岁的张爷爷 因为四肢肌力比较弱 尤其是脚对所谓的阴差的震动完全没有感觉 抽血检查结果是严重的维生素B12缺乏 那另外有一位65岁的理性妇人 近年来因为他个性变得很多疑 脾气暴躁 甚至呢在房间囤积杂物 而且会吃生食 家人呢带他去就医 检查之后才发现他也一样 缺乏维生素B12 所以缺乏满样东西 其实在心性上其实会改变的 可不可以先请伊犁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怎样 好 这两个案例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 他检查结果就是抽血发现 维生素B12不够 那就营养学来讲 我先讲大概有几个状况 会缺乏维生素B12 第一个就是说 长期如所谓的全素的人 第一个是长期 第二个所谓的是如全素 全素就是说你没喝苦涼 你也没吃饿 就是说这两个都没吃 然后等于是说你的所有的 就是动物性都没有 全部都是来自植物性 长期是什么 根据研究就是说 大概要十年以上 他才会可能有维生素B12的缺乏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说在饮食上面不均衡 就是缺B12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说 最近很多就是有发现 就是说吃那个胃药吃过头的 那胃药吃过头 我们知道维生素B12的吸收 它需要胃酸 那有些胃药它是抑制胃酸的 这种也有可能就是说 可能长期之下可能产生B12的缺乏 然后另外就是简单 比如说就是酗酒的人 酗酒的人我们也会观察一下 就是说它维生素B12有没有缺乏 这样子 它有一些可能就是 全胃切除 因为我们知道维生素B12 它的内在因子这个部分 其实是在胃的部分 所以它如果全胃切除的病人 或者是胃萎缩的这一种 我们也会抽選 看看它的维生素B12有没有足够 刚刚有一个症状 它说有的人说多疑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 这个脚没有感觉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所谓脾气暴躁 所以你们到底脾气暴躁 可能看B12有没有缺乏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来讲就是说 很多的维生素的一个部分 包括维生素B群里面 都跟神经有关系 那B12呢 主要我们在讲说 B12缺乏主要是两种 一个叫做所谓的神经退化 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神经的一个 就是有些像刚刚提到 就是错乱 脾气暴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贫血有关 就是跟贫血的部分有关 然后最近的研究 这十几年的研究发现 维生素B12的缺乏 跟所谓的心血管疾病 有关系 缺乏它会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 对 所以最近有一些新的议题发现说 为什么有一些如全素的人 他反而他的血中的胆固醇是高的 那是不是他可能就是没有吃到蛋 没有喝到牛奶 加上我就这样要提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如全素 因为很多人因为宗教的关系 或是因为从小 他可能在妈妈肚子里面 他就吃全素了 那怎么办 在我们医院其实 我们自己医院 我们有拿食物去分析 我们发现 如果你这个长期如全素的人 那要吃什么 就是吃藻类 要不然最简单的就是 吃所谓的那个 你的薄瘦丝有没有 外面不是一个海苔有没有 对对对 那是所谓的 我们在讲说 那个算是植物里面 唯一有少量的维生素B12的 对 那大概吃多少 我们分析过 你一天如果可以吃到两片的话 那如果你如全素的话 大致上还不至于就是那么严重的缺乏维生素B12 那维生素B12很特别 它是我们在所有维生素里面 它的需要量很少 它很少 它那一天的需要量 它建议量是2.4微克而已 你三张的那个海苔皮 大概就5.6微克了 所以你只吃两张到三张 其实你就够了 对了那你就一餐去买那个 三个三角饭团 对 所以其实维生素B12缺乏有点难 那在国外是怎么解决 在美国 因为很多人就说 因为台湾是要吃 就是鼓励你不要吃到那么全素 那如果你要吃全素 就吃藻类或是寿司 那在美国其实它们是架在谷物里面 你在美国旅游 其实你看到很多的谷物里面 它就有强化 那强化维生素B12 这个我倒是觉得还不错 就是说你从这个里面补充 那有的时候 我们后夜上的工作很忙 压力大的人 人家都会说你要吃米群 有的人 可能有人嘴巴 或是有人吃粉的人 就叫他吃维他命C 那所以维他命啊 好像是我们现代人的新的保命服 可是请教黄医师 听说维他命补充太多也会致癌 其实要区分 我们的营养 维生素我们补充的营养的来源 维他命C很多是化学工厂生产出来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 它就是化学合成的 所以这些维生素里面 它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化学家 知道它的分子构造以后 它就用化学的工业去制造 这些当然会有问题 因为它在萃取它在合成 有机溶剂等等 所以我们强调这些营养素呢 它应该是来自于天然的 动植物的萃取 而不是化工产业产生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说这些营养素它降这个自由基 会不会导致死亡率比较高 这个单从一个实验来讲很难判定 那你自己有补充什么维他命C 还是什么B群 还是什么瓦菇 我大部分从食物里面应该就够了 所以你都没吃药菇 没有 我完全没有 看起来还行 你看起来很好 对 一个太太嘛是不是 抬对了很多 好 还有据说 如果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B6 B12 那么男性得到肺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这是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研究 所以吃药的人不要乱补充维他命 是这样吗 其实这相关的研究还不只是这个 还包括之前讲的是Beta胡萝卜素 对 那他们就发现说很多人有一种很奇怪的 我们叫做买赎罪卷的意思 就是说我左手抽烟右手补充这些营养补充品 因为认为这样子 好像我做了一个伤害健康的行为 那我右边补这些东西应该可以附了 然后加上去 就是说这样应该很好对不对 就后来他们研究就发现没有 不知道是 当然这个要看其中背后的成因 有一说法是因为 有可能你这些抽烟的人 因为觉得自己有补充营养品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尽量抽 因为反正我已经买了赎碎券 我已经帮我身体打好底子 我可以尽量吃 还是说真的这些过量的营养素进去 包括Beta胡萝卜素 真的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反应 但研究结果看起来 至少抽烟这一群人 当你过量补充这个时候 你的癌症的几率反而是提升 所以就告诉大家 重点我就是很奇怪 我周遭有很多抽烟的人 你最简单方式不就不抽烟就好了吗 那你偏偏左手要抽烟 右手才来想这些 真的很没意义的啦 可是我要补充一下 不鼓励抽烟啦 不鼓励 不过老实讲 我们真的也很难体会 人家抽烟的人的快乐 是啊 真的很难 可是我想补充一下 刚才的那个维他命B12这个 其实你刚才讲 那两个人的症状 我印象比较深刻 是后面那个症状 就是大家看他说多疑啊 干嘛 就有些人真的会严重到 他的家人会以为他失智症 真的啊 真的 因为之前就有一个女生 就说因为他妈妈就是长期 非常非常非常虔诚的乳素 然后几乎就是 又是很养生的这一个人 所以到后来他就觉得很怪 不只是个性变怪 甚至有时候就是 讲一些有的没的话 然后出去他想说 妈妈是不是失智了 所以很紧张 那时候带去 带去检查就发现是这一款 但是这一款 据说有好处是 他有可能补回来 如果一般你失智症 我们通常只能hold住 可是如果你因为B12缺乏的人 是有机会补回来的 那如果是我太太 开始对我 歇歇量 歇气暴躁多疑 那我就跟她说 B12 这个时候要看太太的年纪 年纪之外 就是年纪有不同 然后第二个就是 除了她乳素之外 我要特别补充 因为台湾的十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罹患糖尿病 十分之一 所以有两百多万的 糖尿病的患者里面 通常第一颗药 叫做Mephomin 这颗药也会影响B12的吸收 所以说如果你是这样的患者 你在服用的这样的药物 然后你在饮食上又没有注意 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不要想说 这到底是什么回溯 有时候真的可能 有些营养上的缺乏 OK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谈营养 其实我们很多的食物 青菜啦水果啦 其实那皮不吃是很可燥的 那什么东西是要连皮一起吃的呢 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报告 来我们先休息 进化告 好 刚刚黄医师说 他都没吃什么维他命 对 他只有天然食物就够了 对不对 有理由吗 说实在的 我偶尔会吃耶 偶尔 对对对 是什么 因为B群或者是综合维他命 综合维他命 那有时候用点过度的话 真的比较忙的话 偶尔会吃点叶黄素 叶黄素 但是我 我来问其他来一遍看看 你呢 我是这样子 我原则上也没吃 但是最近有点更流行 就是说明老师可以讲一下 我最近因为台湾的维他命D实在太夯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 也是说维生素D 对 然后我就开始更流行 因为他们说去体检的人呢 三个里面有一个维他命D的浓度是不足的嘛 所以我就想 维生素D还是维他命D 维生素D或维他命D都可以 就是D 然后所以我就是偶尔觉得 欸 最近怎么会 感觉好像过敏情况 维他命跟维生素是不一样 是同一件事 只是维他命D不一样 那维他路呢 维他路就没说是D 那是饮料嘛 是 所以说呢 第一因为 然后就是在 如果说过敏犯的很严重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补充 有助于它不要那么严重 这是我个人的体验 那第二个东西我会吃的是 我跟乙里一样 我最近很惨你知道吗 我早上起床啊 都不能 很讨厌早上人家LINE给我 不是因为他吵醒我 其实我早上起床看不到LINE 为什么 就是眼睛的调节能力很差 尤其在早上的时候 所以以这个 会这样 会 真的那个LINE的字 我就看不到 想说糟糕了 我就看不到 你看 叫起来 这是没效的 所以这个时候 对 所以接下来我会做什么呢 我除了叶黄素之外 我发现叶黄素 跟那个虾红素在一起 对我这种调节困难的 好像显然有帮助 所以主要是这两款 是是 那白老师你吃吗 我不吃 你不吃 对 我不设计 医生都不吃啦 博士都不吃啦 对 但是刚刚我同意 刘营养师提到的就是B群 在什么情况下呢 我会用B群 当我压力很大 比如说我今天要上你的节目 我会有压力 OK 我几种情况下 我建议 你这样讲我们就很有压力 这已经是最轻松的节目了 是 我同意 但是还是会有压力 OK 那我建议几种情况下 那要用维生素B群 第一个 当你大于大漏的时候 因为维生素B群 它是在整个生理代谢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叫做cofactor 一个辅助因子 它是帮助你运转的比较好 所以当你大于大漏 我们常常会出现说 比较通俗的说法 就是说火气大 火气大事实上就是 你能量的运转不够好 所以B群可以帮助你运转的比较好 那我都是吃布拉蜜跟小鸟肉 这样是 B群 那个布拉蜜里面当然有 但是主要它是干 不是因为它是小鱼小肉 对 那个是干 不是小鱼小肉 不是小鱼小肉 我现在讲的是 大鱼大肉 你现在还会论 大鱼大肉 我说布拉蜜跟小鸟小鱼小肉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可看 刚刚讲的就是大鱼大肉 还有压力的时候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女性的话 在你旌旗的时候 那另外一个我也建议 女性旌旗 她们都应该 都有压力 那个都有压力 然后 最近很珍贵是怎样 高兴了吗 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其实也建议医生 当我在跟医生上课的时候 我会建议 比如你有任何大小手术 比如说牙医 尤其是大的手术 因为麻醉药 麻醉药等于是B群 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药 可以代谢的快一点 所以这四个情况 还有刚刚讲的 还有喝酒 当你喝酒喝很多的时候 所以像比如说我的孩子 21岁的时候 在美国21岁他们要庆祝 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日 那他们喝酒的时候 我就一定建议 因为第一个 你一定要吃肉类的东西 把肚子吃饱了 然后他们到家里来吃饭 然后他们离开家里的时候 我就站在家里的门口 每一个人发一个B complex 我说你们要去喝酒 可以 我不反对我的孩子喝酒 我宁愿他们让我知道 我不要他背着我去喝酒 所以但是我会给 21岁会在你面前喝 21岁就慢慢就不会了 就是都在外面喝 不会让你知道 但是我现在要讲 就是说这种五种情况下 我建议B群 B群它是 大与大陆要B群 对 喝酒要B群 还有压力 压力要B群 那像刚刚您讲到 做一些手术的时候 手术要B群 手术的时候 那这个是B群 B群呢 其实很多提神的饮料 其实你去仔细看 它除了咖啡因之外 就是B群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 你为什么要花钱去喝 那个提神饮料 因为提神饮料 事实上就是B群 你讲的是这个 所以 其实你就吞一颗B群 然后你吃这些提神饮料 或B群 其实很明显 当你过量 你的尿液会变成黄色的 对 简单的说它是水溶性 所以维生素里面有两大类 就是水溶性跟脂溶性 水溶性基本上比较没有危险 因为你吃多了 它会排掉 那水溶性就是两个 两大类 一个就是B群 还有您刚提到的维生素C 一般人你在市面上吃的 吃的什么维生素C的那个定剂 基本上等体不能吸收 哦 是哦 这是合成的 所以当你买维他命 所以那个多次无益啊 当你买维他命的时候 它上面写天蓝 坦白讲 没有天蓝的东西 没有天蓝的维他命 那您刚刚也提到一个很好的观念 就是维他命跟文生素 是不是两件事 是一件事 维他命是一般人 我们说维他命 但是正在专业的角度 我们不希望称维他命 哦 因为这是为他人的命 不是为你的命 哦 OK 那我们是希望讲维生素 维生素 那维生素C刚刚讲到C跟B群 你吃多了它会排掉 排掉 哦 那B群只有一样东西过量 它会存在肝脏里面 就是B12 但是吃素的人绝大部分 尤其是全素 刚刚提到 全素它基本上有很大的风险 它会有缺乏的现象 哦 那风险 所谓的风险 这是一个 我们常常在英文上面 或研究上面 你看文献你要很小心 食物基本上不会致癌 只是它跟这个有很高的 一直关系在 OK 所以英文上是说correlation 我们不能讲这个东西 可以造成这个东西 因为食物没有造成癌症 导致癌症 只是它有高风险 OK 所以这是观念上的问题 那白博士呢 今天也带了图表来 什么东西啊 是一定要连 不是说一定 就最好连皮吃 是营养真的够的 对不对 来看一下 蓬购 麦下皮 皮有营养吗 是的 皮跟肉哪个营养多 皮 是哦 对 很多水果 很多水果呢 它基本上 外面那个皮的营养成分比里面高 真的 因为你想想看那个皮 它是要保护这个水果 而且它是直接跟空气 直接跟紫外线接触 那我们以后不要买苹果 我们都买苹果皮好不好 如果您要这样子 我也不介 我也不介意 好 梨子也是皮 比较好哦 梨子哦 老实说这两行 连皮吃都OK 是的 对吧 再来 这个马铃薯 马铃薯或地瓜 地瓜 对 这要连皮吃 对 哦 这样子啊 其实不难 大部分都把它扣掉对吧 对 你把它刷干净 像我家里面永远有个刷子 如果你不用那个 买另外特殊买刷子 你就拿一个牙刷 OK 把它刷干净 露露就可以了 对 把它搓干净就可以了 葡萄也要连皮吃哦 对 你葡萄有连皮吃吗 一般五脂葡萄很难剥 就连皮吃 你是拌拌 不是 巨峰的话 因为很好剥 就剥掉了 哈哈 哈哈 OK 所以葡萄皮也是好的 对 像你说 红酒 大家都知道 红酒对心血液感疾病有帮助 但是事实上 这些所谓的 中文翻译 叫那白绫神 白绫�ững 白绫蠢 白绫� automation 他事实上就是在皮上面 哦 那葡萄籽呢 葡萄籽也有 OK 但是葡萄籽基本上他很难 很难去把它 怎么讲 把它弄碎 那基本上呢 那就用剥的啊 我想我要把它推回去一点点 就是说我们吃水果的目的是干什么 吃水果我想最重要是纤维 我们主要是要吃纤维 那皮本身的纤维量是最丰富的 维生素C 我们刚刚讲的维生素C 您刚刚提到维生素A 这两个东西是在我们人体上 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还有一个观念 就是维生素C 对不起不是维生素 是所有的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 它本身没有热量 完全没有热量 You are doctor She is doctor Please challenge 没有了我不是challenge 就是说补充啦 对全食物概念是对的 皮例如说香蕉皮 香蕉皮它里面有5HT 它可以抗忧郁嘛 这个皮其实它营养成分的确是很高 但是我们人不习惯去吃它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喷农药的关系 它有比较腰瘦的就人工荷尔蒙 让那个植物赶快长大 所以那个皮大家就比较会去躲避它 等一下 请告诉你 你葡萄皮有这么多吗 我不太喜欢吃葡萄 哦 因为反正要剥的我都不太喜欢吃 你烤鸡皮有吃下去吗 有有有 你那个 芒苓酥皮有吃下去吗 有有有 蓝牙皮有吃下去吗 蓝牙皮也有 也有 蓬枯皮有吃下去吗 蓬枯比较少 那我请教你 因为它涂腊嘛 它涂一层腊 你光腊弄掉 你要刷刷刷 我觉得好麻烦 你刚才说香蕉皮也可以吃下去吗 对对对 你都要怎么吃 你来跟大家说一下 香蕉皮 香蕉皮 其实你说 其实很简单 你挑有机的 有机的你大概弄洗干净 就整个弄下去 打成那个香蕉 香蕉果泥就可以了 你打成香蕉果泥 不是这样直接嚼的吗 直接嚼有点困难啊 直接嚼 洗完吃香蕉皮 对对 啊 香蕉皮 吃香蕉皮 对啊 有一阵子很风行耶 有一阵子我们病人 也在讲说 他们打那个树果汁的时候 都会把香蕉皮打进去 因为他们决定说 因为香蕉皮本身 有一些嘎巴的成分 它觉得可以稳定神经 有血清素这样 但我提供 那你有这支吗 好刚刚那一张 刚刚那一张我只有一个 两个没吃 没吃皮 一个叫苹果 一个叫葡萄皮 因为第一个就是 苹果因为有时候 台湾的苹果 有时候我不知道 它到底是哪里来的 或是说它有没有农药或辣 那后来我发现 苹果皮里面 它有个最重要的植化素 叫做胡皮素 那胡皮素在什么地方有 如果说你真的不确定 你的苹果皮 有没有农药或什么 其实第一个 它在洋葱 红色洋葱里面也有 然后番茄 黄苍桃 对 黄苍桃 然后番茄 然后绿茶 另外还有那个巴西里 就是那个 我们在家的 那个台湾西芹的 那种香菜里面有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 你自己 有没有买到的苹果 有没有农药 或是害怕那个辣 那你把它削掉 那你可能要从 其他的地方来做补充 哎 皮真硬硬哦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后来哦 这个要吃皮的部分 小黄瓜的皮也是要吃的 那小黄瓜吃皮 很常见的 这个没什么 叉叉的就吃了 鸟也没有问题 鸟也很简单是用炒的嘛 这个人饮也是同样 人饮用煮的 所以皮不要用掉 OK的 人饮这皮都很好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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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是要怎么吃啦 你可以把它做成像酱菜一样的 OK就是把它切成薄片 OK 然后放一点点盐 把它做成像酱瓜 酱菜类之类的东西 外面那个应该最硬的不要吃嘛 对你可以 其实白色那个部分很好吃 白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啦 这个红的跟皮鸡干 中间这个啦 我想这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是可以把它切一切 用炒的啦 是的没错 虽然我的重点是说 帮等一盘菜啦 其实重点是刚刚 其实刘营养师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就是说其实在营养学上面 我们不希望很特别强调某一个食物 说这是好的食物或坏的食物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呢 我的指导教授是不准我们讲食物好跟坏 我们更不能讲垃圾食物 OK没有食物是垃圾的 但是也没有食物是完整的 这也是我们强调要所谓的均衡饮食 为什么就是你种类越多越好 某一种营养素它在某一个食物特别多 但是你当你种类多的时候 你就能够比较均衡 而能够摄取到更多的营养素 我们在那个便利商店不是有那个 包装中很蓬松的 里面什么洋鱼片啊 那个都不是垃圾食物啊 只要任何食物 那叫食品啊 任何食物 OK我现在讲的是食物 那个是食品 刚刚营养师讲什么 那是食品 加工过的 对那就算说你真的偶尔想 想要吃 我也不反对 偶尔也会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 心情不好 我也会想要吃 你吃那个消气哦 对有时候会 尤其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你特别 因为你荷蒙改变的时候 因为你特别会想 那你为什么消气不捉老公 为什么去吃那个洋鱼片 那那个会 那个会跟法律会有顶纸 不要让他有办法告你啊 你是说要隔着电话簿吗 你电一本电话簿在锤吗 这么好的老婆 为什么他还跟你吵架 哎呀哪有先生会说老婆好的 没有啦 真的哦 那因为 今天我们改话题了 对 重点就是说 任何东西呢 就是说你所谓的权食 我想台湾一直在强调权食 而是说食物本来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但是我们呢就是 比如说米 我们在经过在绵懒的过程中 我们反而把像胚芽的部分 胚芽对叫做胚芽 对 我们把最精华的部分给打掉了 我们把外面的麸皮给打掉了 所以这个是在经过加工的过程 就是说你越精致的食物 你一定会流失掉某些东西 来看一下 奇异果的皮 也是好的哦 是很有营养 很有营养哦 但是 你有吃吗 没有 我没有 你没有吃啊 你这样 人家讲好东西你自己也不吃 你这样别人吃 是因为很难 OK 尤其是外面那个毛毛的 会让你觉得你的喉咙痒痒 我试过 很难但是观念是告诉大家说 这个皮的部分其实有营养 那有的人他愿意去忍受 OK 但是我说实在您刚提到这么多种里面 我唯一不尝试的就是奇异果 好 那我问你 奇异果是黄的 比较熟的好 还是绿的好 我想是指维生素C吧 如果你要讲维生素C的话呢 黄的好 黄的维生素C比较高一点 黄的比较甜呢 对比较甜 比较软呢 对 但是你买那个 你当然你买的它的熟成度不太一样 OK 熟成度越高的呢 其实就会对你的血糖的影响会比较高 因为它会 比如说香蕉 我们刚刚讲到香蕉 香蕉的外面 如果香蕉皮已经出现黑点的 它的糖度比较高 对 那它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高 香蕉不要吃太熟的 对 所以你最好是 你不想让血糖上升太快的话 因为血糖上升越快的话 对血糖不够稳定 那那种也很可能会让情绪不稳定 了解 因为你飙得太高 它也会掉得很快 OK 好 再看一下 甘蕉皮喔 甘蕉皮有你吃吗 蛤 没吃 可是我有吃那个中间 那好东西不吃 可是我尽量吃那个白白的菊落 为什么 因为菊落有研究显示说 它对于血管的保养很好 对血压很好 对 白白的喔 所以我都没有把它刺到很前来 我就会开了而已 白丝的部分很好 要尽量保留 白丝的很好 对 那至于那个橘子皮外皮 咱们讲讲的 感觉都白白了 白丝又来都漏掉 都漏掉了 都漏掉了 都把它剥得很那个 对 现在没有 就是剥好 而且这样可以说你看 你就是不用关心 因为吃 因为健康 对 下一次啊 你为了别人好 你真的要把白丝都洗了吧 你吃完 对吧 就多替别人着想嘛 对 酸啊吃皮 抢下去 那你们都说好东西又没有人举手 啊 我们要很诚实啊 对啊 那你又很诚实 而且酸啊有点皮 但是如果芒果把它做成芒果干 我会吃 芒果干 把它做成芒果干 我会吃 那就加工过了啊 没有我们在国外 其实台湾也有嘛 自己干燥那个芒果 其实芒果干有个好处 为什么刚刚白老师讲说 加工过可以吃 因为台湾很多的芒果干 它单单纯就是可能用烘干之后 加上芒果干里面最主要营养成分 都是维生素A 那它比较不怕热 说实在 所以低温烘焙的 这个芒果干 其实它的维生素A 其实是有保留 然后加上膳食纤维 也不会因为烘焙而流失 所以其实你偶尔吃点芒果干也是OK的 好啦 我跟你讲啦 真正够身体的 都是那种不好吃的 不见得 真的好吃的 都比较比较不好 对 你说这酸 有什么样 吃里面这个 我好吃的 看我腰顶不问 真的超甜的 对不对 甜喔 糖分很高嘛 容易胖 主持人我可不可以回去讲一下橘子 不可以 那个橘子皮 其实真的很好用 橘子皮呢 譬如说有开车的人 你车子 像我先不讲吃的 橘子皮呢 你剥了皮以后不要丢掉 你就放在车子里面 还可以当除臭剂 OK 然后呢 还有比如说你家里面厨房的那个水槽 如果有人有那个搅碎机的 你就把橘子皮丢进去 就不会有异味 OK 那在吃的方面呢 台湾的搅拌的比较少 水槽有搅拌的 在日本啊 美国就很常见 对 橘子皮呢 你干燥了之后呢 你来沾那个融化的巧克力 非常好吃 OK 我们哪有什么巧克力 巧克力平常吃都不够了 还有什么融化 不是就是那个稍微隔水加温的那个 就是把它你画 就是把那个巧克力融化了之后 融化以后用橘子皮下去沾着吃 对 而且非常好 而且是很贵的喔 好的巧克力拿来再跟橘子皮加在一起 是非常昂贵的巧克力 我没吃过耶 有些只要这样一点点 这样一条 很贵的 这么贵 橘子皮呢 对 然后呢 还有呢 如果你还有或者是皮 你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呢 你拿那个像磨那个姜末的那个东西 你把它磨掉 磨出来 那个你可以加在沙拉里面 OK 或者是加在咖啡或茶上面 咖啡非常好 对 所以橘子皮真的很好用 不要随便丢掉 橘子皮 我们泛指橘子皮 其实柳丁皮 应该也是 是的 所以橘原类 檸檬啦 都是 檸檬啦 那太酸了 檸檬 像很多种橘原类 我们这个统称橘原类 橘原类的皮真的不要轻易丢掉 那个是很宝贝的东西 那个葱头 其实我们最爱吃的里面 越多越来越不要吃 你可以拿熬汤 熬汤 对 黄医师 你有吃的橘桑桃的皮吗 没有 好东西 你会这么多 吃那个什么肉燥饭 有时候橘桃是有啦 不过我讲时候 我去吃过橘桃凉拌 就它是生的 那应该是很不错 是 生的 尤其是沙拉里面 沙拉里面 像刚刚讲的 其实有几样可以吃 生吃洋葱都很好 生吃洋葱 那你又可以用那个橘子皮 ok 跟那个橄榄油 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个dressing 其实很好吃的 可以做成自己的那个沙拉冷盘 其实最好吃就是洋葱 什么都不要你就这样咬 那太强了 嗯 你不够吃 你才能保命的 好丁尔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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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请教一下白老师 如果像马铃薯啊地瓜 它不是会发芽吗 因为我们家以前种种田的嘛 对 那个寒鸡放骨料 它就剥给了 对 那剥给花芽还可以吃吗 如果是马铃薯发芽的 一定不能吃 一定要把那个部分 你最好基本上那个整个都要 最好原则上是丢掉 丢掉 只要发芽就丢掉 或者是因为你就算挖掉了 它旁边还是有这些毒素 所以马铃薯基本上发芽了 不要去吃它 番薯我觉得倒是比较无所谓 马铃薯比较严重 那蒜头呢 蒜头的话呢 你知道它放久了它也不容易 你把它切掉就好了 切掉就好了吗 如果是大蒜 它发芽问题比较少 OK 你刚刚提到这三样东西 马铃薯是最严重的 它有毒素 没有一些东西剑 可能会 如果真的吃大量 或者真的会有中毒的状况 煮熟了呢 它煮熟 它没办法煮熟 它没办法煮熟 所以你印象中 我不知道你们印象 之前某个蛮知名的 那个素食店 他们就是因为那个 绿色薯条事件 就是闹上了新闻版面 而绿薯条就是 他们那个马铃薯疑似就是在 有时候它会有一些 它有部分绿绿的 绿绿的 他们觉得应该还好吧 削一削去那种 结果后来那个消费者一吃啊 就觉得整个嘴巴都麻了 是的 后来回去又开始有一些 不舒服的反应 所以有点神经毒素的东西在里面 是那一家 蛮知名的 是我大型的 对 但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黄金拱门 对 它不是美国那一面的 对对对 OK好 那黄医师啊 他的这个 他是中西医合并 你也是中医师啊 台大医学系毕业嘛 接下来科医师 但是这20年有研究自然疗法 中医啊 再生医学 都有涉猎 好厉害哦 还好还好 好厉害 对对 做人要谦虚嘛 你几岁啊 我48 48 看起来年轻 谢谢谢谢 那这个你推出 读出能入 读出能入理论 什么叫读出能入理论 好我们今天都在谈营养 其实我们有一个定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其实毒就是多 吃太多就是毒 对 例如说你吃太多 我们刚刚讲营养嘛 你吃太多就变毒 例如说我的白米饭吃太多 它就变毒了 所以少就是营养 例如说我们男人会去吃海鲜 你没有心嘛 对 那你如果没有补充 它就营养 但是补充太多 它就会中毒嘛 就心中毒嘛 太多会中毒 那当然会啊 那生蚝该吃几颗才够 这个我不知道 要请教 这个我就不知道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身体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恒定 我们体内有一个恒定 所以呢 我们除了要照顾均衡的营养以外 在我们过敏上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测IgG的 慢性食物过敏 测这个就是我们要建议要轮替食物 食物要轮替 就是同一种食物 你不要只每天一直吃一口 不能一直吃香蕉皮 一直吃香蕉皮 你就香蕉皮 就会过敏了 所以它就叫轮替食物 所以多的就是毒 少的就是营养 这样的定义清楚以后 我们要把那个多的部分排出去 那事实上我们身体已经尝试要出去了 但是有几个原因出不去 例如说我们常坐在办公室 吹冷气 汗出不来 不运动 然后加上长期便秘 现在人三四天不大便是很常见的 有吗 有 常见吗 很多病人很多都是这样子 然后呢 三四天不上 对 小女生那一个礼拜 对啊 还有医生说她遇过那种空姐 都是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就是时差 再加上可能飞行那边也干燥 她都是定期飞了一队航段之后 去医院灌场 他还不是可以主动 他就是去灌场 他没有办法自主 他就是都会很严重的便秘 对 然后还有加上呢 我本身是习医师 我们现在为了舒服 吃脂溜鼻水的药 吃脂咳药 吃脂蟹药 这些鼻水 这些咳出来的痰 这些拉肚子拉 应该拉出来的东西 它绝对不是营养 它应该是毒素啊 对 所以这样就一直保持在体内 所以就开始很多过敏 自体免疫 各种奇奇怪怪的病出来 对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毒给排掉 那如果有个国家 他们的人民很喜欢吐痰 那是那么多痰 那是不是毒素很多 有那个面筋 有那个卫生纸 糖很多啊 真的有时候跟 观光客来到台湾 结果误闯人家的柜台 人家叫他注意他不要 一口 然后老板说 你们拍到的是看到的 前面已经吐好几口了 对 但是大家不要 有时候这是一种 有一些疾病 他也会糖很多 比如说我们常知道 有些老烟枪的肺阻塞 他流很多糖的 肺阻塞除了老烟枪之外 我们那时候在阴姐空气 空气很差 空污很严重 说不定会加重肺阻塞 所以我们主要想说 说不定人家真的是 就有那么多痰吗 你怎么看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所以毒素要让它出来 那能度就是我们这个专家 白博士讲的 要吃皮的这个部分 好的营养要进来 但是我们在治疗过敏的时候 很重要 我们用一个方法叫逐增 就是让你全身可以大汗 短时间内 很多人的运动 一两个小时 汗都出很少 但是我们的逐增器 可以让你马上全身大汗 对 是有一个容器是不是 它是像一个 像一个桶子一样 我自己发明了 它在这个增的时候 它 要增脚吗 还是全身 增脚 因为我们去那个蒸气室 你受不了五分钟 你要跑出来 太热了 对然后你用泡脚水温又变低 恒温的时候它那个刺激的效率不够 所以我们研究到最后就要有个足增器来增脚 那它两个功能 这个能入的这份两个功能 第一个打通微循环 微循环就像我们去那个部落 施马库斯的产业道路 一段的要部落它就营养进不去 毒素垃圾拉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赶快用那个促进微循环的足增器 把它打通 打通这个微循环 微循环就是 我们英文叫microseculation 它就是微血管网 加上前面的小动脉跟小筋脉 这个叫微循环 所以我们现在证实慢性病 癌症 还有过敏等等都跟微循环有关 都跟微循环有关 糖尿病等等 因为我们随着病一直在恶化 微循环就越来越破坏 微循环的功能越来越不好了 对 因为它就等于我们家的那个巷弄嘛 我们的细胞是污脂 那个巷弄被垃圾堵住了 或是进不去了 那这个污脂啊 那很多营养进不去 垃圾出不了 那我们你刚刚讲 蒸竹还是竹蒸 都可以 蒸脚也可以 但是不是吃的那一种 就是说腹下浸烧水 蒸汽用蒸汽蒸 要怎么看你的人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 好这个我们的经验里面 经验里面 微循环差的人 毒素 我们先撇开毒素 微循环差的人 他呈现 蒸完了已经蒸了大概40分钟 青色 他那个青色不会整只脚 他会有例如说在肝区啦 或是在他的肾区 你们有经络嘛 他就一块青 很多人蒸起来 他的关节都是暗红色 那就关节有问题 那就是微循环差 他最严重的是青色 中医说 中医师说这边会痛 偏多痛 这青色 这青色 再来差一点叫白色 就白白的 有点像皮 蒸怎么多 然后还是白色 那健康呢 就是像少女的腮红 像粉红色的腮红 这就很健康 然后如果 他有一些慢性病的人 都会出现暗红色 然后如果更严重的 甚至可能有癌症的 我曾经有个 那个病人来蒸脚 他那个 整个脚都一点一点 黑色的微血管破裂 而且是黑色的 黑色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就是很深的毒素 我说你可能要去做 癌症筛检 看看有没有什么 离癌 他一去看大肠癌 所以我们从脚里面 有一些症 不是百分之百 可以准确的诊断 但有征兆 那为什么是脚 不是手 手就好 因为手要这样 真蛮麻烦的 那你就方明一个 我这样放就好了 那我们脚这样 还可以看 还可以看新闻哇哇哇 还可以看书啊 还可以聊天啊 而且我觉得 他这个跟我们现代人的 那个情况也还蛮适合 因为中医常常说啊 就是脚要热 头要冷嘛 可是他们说 他们观察发现现代人 很多人都刚好相反 都是头很热 然后脚很冷 所以反而就是你竹针的情况之下 帮助你让他调换过来 这个黄医师真的很好 这样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到底是有点有痘吗 那个什么 微循环好吗 那再来就说 如果有痘 我们要怎么摆出来最重要 好不好 等一下就先讲 先休息一下 但是他书里有图 哦好 好啊 这个是黄医师啊 他写的书啊 读出能录 可是读怎么看 他就说用蒸的 对 那蒸的以后呢 我们刚刚讲说 那蒸出来的腿长什么样呢 对不起 这里有四张图 有人蒸出来 这个脚的颜色是这样 就是青跟黑 很抱歉 这好像是辛亥路到明犬都会比较狂 辛亥明犬 有一兵跟二兵啦 他还在想有交叉吗 你不是台湾医学院耶 一兵就对了 好啦不要说清楚啦 我是说这个性啦 这个颜色你觉得不像吗 对不对 真的不像 真的真的有像 那这个就很好 粉红色 你看看这多健康啊 然后这个就是红加青 你怎么说的 这个是青的 对不对 这是青的 这是青的 那这个部位很可能 黄医师就知道说 那你是哪个器官 可能有问题 经络然后去对应到器官 例如说他肝区就对应到肝脏 对 好 然后这个就黑色的 我的天啊 蒸完这个样子 有人蒸完这个色 有有有有 各种各种 我们叫红纹地图 那红纹地图蒸出来 各种的呈现满有趣的 然后我们已经累积很 大概十年的经验 所以从那些纹路可以 去做一些coloration 相关 做一些初步的诊断这样子 来来来看一张 他说如果是青这黑就代表什么 青色代表什么 体内寒 寒就是那个寒 寒毒击重 上面说寒毒击重 其实微循环 我们把它翻译一下 寒就是微循环坏掉了 叫寒 这以前我们医生 医生张仲锦 他讲伤寒杂病论的寒 就是微循环坏掉 好那再看一下 黑的话代表什么呢 黑的话代表 体内重金属沉淀 毒素击重 对 体内什么重金属 各种啊 我们其实我们的食物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接触的东西 都很多重金属 像什么 我们现在中南部很多工厂 是盖在稻田中间 我们不要延伸其他话题 我是说那些工厂排废出来 那些东西进到哪里 废水跑到稻田里面 所以你咱们讲的稻米 可能毒素留在身体里面 很多很多很多这种污染都有 这个最有名的 其实是草原的葛乌兰 葛米嘛 就是那个RCA那个事情 好那 那我们如果知道说 我们里面有毒素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它排出来 好最重要的呢 有四个管道 第一个就是透过发汗 流汗 流汗它除了打通维修 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体 85%的重金属 都是靠排汗排出来的 所以如果都不运动 没有在流汗的人 那就很危险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流汗是很必要的 第二个就是要不要便秘 不要便秘我们会建议什么 你要多吃空心菜梗 芹菜 空心菜梗 还有果皮 这些很多膳食纤维的 它就会很粗糙 会把我们肠壁给扫干净 然后而且它还是益生菌的食物 所以提供我们体内益生菌有食物吃 很多人补充一大堆益生菌 但它都是肉食主义 益生菌死光光啊 再补这么多都死光光 都没有用 所以要有膳食纤维 肠以后已经灌肠了 然后二氧化碳撑开 去看内视镜 癌症的痛风的各种慢性病 高血压糖尿病 肠相都不一样 你就看到说我们肠子里面真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完全排不出来 灌了肠还是排不出来 那个都是宿便 对 而且长期卡在肠壁多可怕 哦 那是卡多久了 哇 不是我一公里是宿便 每个人不一定 我们刚刚讲到你如果饮食里面肉蛋奶 太多的话 因为它食物残渣少 黏度又高 就很容易形成宿便黏在肠壁上 哦 听说你有一个公理就是 你这样摸摸就知道有一个宿便 对 就是我们很简单 你知道吗 就是自己压自己的肚子 你的肚子压了会痛 然后压不到深度不够 你看那个小孩子 你给他一压 是碰到他后面的后腹壁 对吧 我们大人一般都碰不到 而且会痛 那好可怜 后腹壁 这就是有宿便 那好可怜 有宿便 我也是因为有太多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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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宿便 所以我们经验是这样 不是 你是你摸的出来还是我们自己摸的出来 自己也可以摸摸看 自己也摸摸看 看可以摸到多深 会不会痛然后有没有到后腹壁 对 那你有办法到后腹壁吗 我快接近了 哈哈哈哈哈 白博士你不要碰 你碰一碰碰看嘛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碰到后腹壁 当然不能 哈哈哈哈哈 我的是脂肪吗 我也是啊 没有脂肪的话还是碰得到 因为脂肪是软的 它还是碰得到 没有我肌肉啦 哈哈哈哈哈 我没有脂肪 六块就对了 对啊 所以我们如果 宿便一直在里面会变变 其实 例如说很多年轻人 青春痘 或是有些人精神不济啊 体力不好 头脑浑浑沸沸沸 你宿便清干净 这些症状就会消失 因为你想想看 他今年也会卡在肠壁 他每天不断的释放毒素到你的 这个肠道的淋巴里面循环全身 就好像你家里每天 无时不刻都有个隐君子在抽烟一样 哦哦哦哦 好硬熏你 对那你这个整个家里乌烟瘴气 那如果我是一个 每天都有大量排便 或者排很多次的人 这样可以排干净吗 很多次不一定干净 哎哎哎 对哦 很多次不一定干净 那那 OK 所以一个是要 流汗 流汗 第二个是排速便 那 第三个淋巴排毒的话 我们用 我们我的建议啊 现在也越来越研究 越多研究支持这个理论 就喝黑咖啡 不加糖 不加奶精 喝黑咖啡 因为黑咖啡呢 它 它里面的成分呢 那些 呃 抗氧化的东西 最重要是 它会帮助我们胆汁排放 嗯哼 所以喝黑咖啡可以帮助我们胆汁排放 再多就水中毒 啊 那黑咖啡比较好 还是水比较好 都好啊 都好 但是针对那个胆汁排放的话 就是要喝黑咖啡 哦 那水你知道外面的水有那种很贵的水 法国进口的 也有台湾的 嗯 还有我们自己家里煮的 哪一个比较好 嗯 其实差不太多啦 但是这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哈哈哈哈 哦 所以自己煮的就可以了 对啦 诶 OK 好那 黄医师还有一个叫排毒第四法 那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就请教 来先休息一下 好记得哦 老干很重要 对哦 吃硬菜共很重要 嗯 然后 喝水很重要 嗯 喝黑咖啡也会洗 不可以 然后再请教黄医师 刮沙排罐 刮沙拔罐算不算排毒 也算啦 也算淋巴的一种 因为我们皮下 就是淋巴嘛 淋巴我们不要讲医学上的定义 它就是 简单的说 它就没有红血球的体液嘛 所以 它是跟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接触的 那刮沙不是也会出一点红 跟一点白的那些黄黄的 对 勉强也可以这么说 排毒第四法 肝胆的深层排毒 那这个要怎么做 啊这个方法呢 它是我们有一个叫雷九南博士 它的方法 我把它改良 它呢 它的方法里面呢 它用到泄源太苦 然后我们用一些其他替代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在排肝胆 因为 我今天早上才在跟两个 两个医师 一个澳门的阮医师 跟我大学 台大同学 周医师 他们要学我的疗法 我跟他们上课 那上课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排肝胆 在治疗高血压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高血压呢 它是因为有阻力嘛 只有我们血打不进我们的内脏 那我们肺跟肾 除非是纤维化或萎缩 那大概就没有太大的救 大部分的压力来自于肝 它是堵住的 所以我们藉由排肝胆 还有通它的心血管 高血压它是可以治愈的 对 那那怎么弄 它就是用那个 我们有用那个橄榄油 然后加那个果汁 那橄榄油跟果汁的目的 我们那个果汁是要让肝的 那么肠道 跟肝去适应那个酸度 然后让它比较有准备 然后用橄榄油 让那个胆汁可以流出来 对 然后又再用一些蟹眼 摸一些东西倾泻了 把一些体内的那一些 脏的水一并拿出来 对 好 王医师讲到这里 都是有形的毒 你说也有五形的毒也要排 对 因为我们我在治疗很多小朋友 他们的问题 其实小孩子是父母的照妖精 小孩子跟着父母吃嘛 那他也会跟父母 有一样的营养失衡等等 但是小孩子的病呢 他有时候情绪占的 proportion的比例是很高的 就是父母的感情不好 小孩子就容易生病 甚至容易过敏 对 父母感情不好 对 就是常争吵啦 家暴啦 等等 小朋友对情绪的敏感到什么地步 他们曾经有研究说 甚至当他还是个宝宝的时候 妈妈如果他当时观看的是电视的 包括新闻或什么 他那节目可能是一些让他压力大 比如说可能一些战争相关的或一些那个 都会影响这个宝宝出生之后的健康状况 所以我相信他们对这些父母之间的情绪 张力是非常非常的敏感 对 情绪他其实无形 但是他是很要命的 因为情绪他是人的动力嘛 其实我很多临床上很多的病人 他自豪他就消失不来了 因为他知道他病快好了 他就有一种 我不配得这个健康 人就是所谓的这种 往毁灭移动的那种死亡意愿 这个就谈得比较深了 那我们发现癌症病人都有这个倾向 他觉得生无可恋 使得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这些这种病是这种无形的毒啊 是最难治的 他会反复发作 听不懂耶 可不可以再讲身体 讲白一点 简单讲就是我们人生很多挫折嘛 很多情绪没有抒发 然后呢他压抑下来以后 他觉得这个人生一点快乐都没有 没有什么理由让我继续活在这个 对啊既然这么痛苦我干嘛 对然后就死了 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一切的痛苦都解决了 他就会去得忧郁症 他就会去自杀 他就会去得癌症 哦是因为这样来的 你生活上没有快乐可以留恋 他就会往生病方向跑 对对对 好那你说肉跟菜的比例啊 要有一定的比例啊 对这个其实他是一个很直观的看法 我们四颗犬尺嘛 28颗门旧尺嘛 柴狼虎豹都是犬尺嘛 你把你家宠物猫一掰开 都是犬尺嘛 狗尔都是犬尺啊 野狼啊 牛马羊都是门旧尺 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四颗犬尺代表 我们不是偏肉食性动物 我们应该是炒食 我们是炸食 炸食但偏草食性动物 哦哦哦哦哦 所以呢 依照这个鸭齿的比例 我们直观呢 去说我们分数的比例 应该是这样 就是一比七 一比七 对哦分数一比七 就是一口肉七口菜 对哎呦 那日本人都是犬尺居多嘛 尤其是女生 你敢给虎牙嘛 他们有多虎牙的话 可以多一半嘛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啊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 有人去做科学 这是很直观的看法 那这个看法呢 其实我找到一个同好 也就是星骨红石 他也有同样的说法 就我们刚刚讲 尝到的真相 但是这个 你要说有没有科学证据 是没有啦 但是我们从演化的轨迹而言 如果我们都是吃肉 的话 我们应该都全吃 很多人是七口肉一口菜 太多了 我看太多了 太多了 对对对 还有哦 等一下黄医师告诉你 连进食的顺序都很重要 是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来 一般来说 我们吃饭 饭都是拿起来 饭 饭的肉 饭的菜 啊吃这个肉 来 切一碗汤 对不对 汤吃完了 上水果 OK 一餐结束 这样对不对 哎不对 不然你是什么 应该是比较照西餐的方式 对 就是我们西餐会先上汤嘛 生菜沙拉 主菜 然后最后才甜点嘛 对 啊水果我们是建议两餐中间吃 两餐中间吃 对 啊为什么这个 这是很简单比喻 就是我们高速公路有慢速车对不对 它开60 结果我们高速车都不要挡在后面了 因为那个肉比较难消化 对 啊这些菜啊这些汤 好消化的 对 所以要让好消化先行 对 南消化后行 不然就堵住了 堵住了脏气不舒服 我们出进去不是它都混成一团了吗 真的 我有差 我们是我们以前是饭配菜嘛 这样配这样配 所以是混在一起嘛 对 但是它如果我们要消化的比较好 就是要按照类似西餐的顺序 对 对 那吃的顺序白博士有补充吗 抱歉 我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的看法 可以可以可以 刚刚您提到西餐 因为西餐的汤跟中式的汤不太一样 西式的汤呢它其实是高热量 它有很多的淀粉很多的油脂 所以它事实上有点类似开胃 OK 那中式的汤它水分比较多 那至于呢到底是先吃后吃呢 我是觉得中式的汤应该在 甚至在中间或后面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在分解蛋白质 或油脂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基本上要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热量 一个是水分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当一般的人 当你在吃披萨 OK 你会特别想要去喝汽水 我常常开玩笑说 其实吃披萨喝汽水 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组合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热量 要把蛋白质或油脂 把它分解的时候 它需要有能量 那糖是来自能量最快的一个来源 所以在你吃 尤其是大鱼大肉 如果你去吃酒席的时候 你是不是特别想喝汽水 你特别想喝水 因为容易口渴 因为你在分解的过程中 需要热量跟水 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顺序 因为西式的吃法跟中式不太一样 那我是个人认为中式的汤 应该是要摆在后面 除非你是龙汤 龙汤的话 我建议摆在前面 既然两个医生强绷了 我们就随便拿 不然怎么办 都行 都行啦 那这个最后 黄医师 你这个说毒素到癌化 其实分成六个步骤 你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治疗 我本身在治疗 因为我本身是做自肺嘛 然后这个过敏看了很多 我们简单的说呢 就是我们的疾病啊 就是微循环 我们刚刚讲微循环 跟微循环破坏 跟毒素累积的过程 这个六个起呢 是这个我们 德国的生化学家 叫Dr. Reykveig 他的同类毒学叫Homo Toxicology 他的六个阶段 那我们一开始叫所谓的这个 分泌期 分泌期他什么阶段 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 分泌很多的黏液出来 鼻涕啊 痰啊 这个叫做分泌期 发炎期就我们身体叫过敏 开始有些身体的发炎 那就已经开始从体表 进入有一点结地组织了 然后蓄积期就在我们的空腔 就是我们肺腔 我们腹腔 我们腹腔 我们鼻痘 这些空腔叫蓄积 那细胞期 他就进入细胞里面了 开始细胞可能突变了 退化期 你的内脏开始退化了 然后再进入癌化期 这就是同类毒学的六个期 对 就是他在描述 就是毒素跟微循环的破坏 一层一层 从外到内的过程 就是他疾病衍生的过程 这个叫做 disease progression 就是禁病 病一直在禁 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就会有disease regression 就是退病 叫退病 把剩下回来就对了 对我们治疗的时候 如果癌症的话 他就倒带回来 这样子 那请教一下乙里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在吃蜡精 雞精 对 那到底是好东西 不可以 好 当然我们建议还是 从新鲜食物里面来 那因为现在 其实社会上很多 比如说外食居多 或者是有一些是在疾病期 他可能没办法去吃那个肉 他没办法吃鸡肉 那他短暂的用这些 所谓鸡精 鱼精 或是所谓的这些鲜精 去取代短暂的能量补充的话 是可以的 不过坦白讲 他是不够的 就是说今天还是我们建议 还是连肉都要一起吃进来 但是如果真的就是 有的时候他没办法咀嚼的话 短暂的补充是可以的 好 介绍一个好东西 这是白博士介绍的 白博士 这是好东西 是的 这是秋葵 对我想重点只有一个很简单 就是出纤维 刚刚黄医师提到的 空心菜 我想不要 我很怕大家 就是说黄医师提出来空心菜 大家都去吃空心菜 我想重点不在空心菜 重点是在粗纤维 对 那我想秋葵也一样 我们强调的是粗纤维 秋葵有吃粗纤维 对 它有纤维 然后 那个稠稠 对 里面那个东西 对 那个东西是好的的 好的泥医 对 那是水龙性膳食纤维 对 那个是膳食纤维 所以我想 不管你吃什么样东西 我们要强调的是 只要是粗的东西 只要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东西 都是好的 那粗纤维还有什么 除了空心菜 还有秋葵之外还有什么 其实纤维 芹菜算不算 芹菜算 所以 地瓜叶也是 地瓜叶 所有的蔬菜水果都有纤维 OK 但是呢 纤维里面 我们其实之前讲过说 香蕉有所谓的 主抗性的纤维 那主抗性纤维 那主抗性纤维其实有四种 前面三种 基本上是存在蔬菜水果里面 那第四种是什么 第四种其实是经过改良的 比如说有日本有一种米吃了之后呢 你不会吸收 不会分解吸收的 那我倒是觉得没有必要 OK 不管我们今天讲维生素也好 我们讲纤维也好 其实刚刚已经讲了 只要是天然的食物 那没有被吸收 它再排出来还是饭 没有 它只是说它没有办法被切到很小 对 因为我们身体必须 饭就是淀粉是最大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最小的成分 应该是单糖 糖我们才能吸收 可是它因为把它改造之后 它只能切切切切切切 切到某个小段之后 没有办法更小了 我们没办法吸收 虽然出来不会是饭 所以不能切是硬 我们人体没有酵素 我们没有酵素 只有谁可以切这个 就是蔬菜水果的纤维 只有牛跟羊 牛跟羊的身体有纤维 我们人体没有纤维 所以你怎么吃怎么出去 OK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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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